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就是徐子龙老师的重读二世纪中国小说 所以这本书可以拿回去通过文字再重新温习一遍 其实好多书你们理想过都已经寄给过我 神经的逻辑 我们现在研究心灵哲学就跟脑神经科学联系比较紧密 所谓的最古老的哲学命题 比如我是谁啊 自我的认同问题 都必须要跟现在脑神经科学相关 这本书看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哲学小史 回去了 简单翻一下这本书看看写得怎么样 那义者是谁 朱镯 杨慧松这个不可申领是吧 这是因为绝版了吗 好像是老板的那个 嗯 没事 你要那个想看可以 哈哈哈哈 我杨慧松的书基本上我也都有 虽然M系列我们家好像基本都有 但这本书好像没看到过 这本书可以拿回去看一下 罪孽的报应 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虽然我们普通人基本上对于德国人面对历史 和日本人面对历史的差异都有所了解 但是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怎么去谈这个问题的 资本主义的未来 这个推荐语当中这个毕尔盖茨说 从根本上我同意他的观点 我们需要治理而不是打败资本主义 其实这个句式也可以用到 用到自由主义 用到全球化 用到我们今天面对深重挑战的现代文明 我们需要治理而不是彻底的放弃或者打败它 然后这留情再版的一个书 从今起开始 这本书其实是留情领衔的 大概七八位作者 围绕不同的哲学主题 做的一些哲谱的讲座 拿回去看一下 借鉴一下 怎么没想到大众讲哲学 这本书也可以看 《日本之境》 《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推荐语当中说 本书是对日本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这两大问题的一项探索 既怪诞伪奇又充满智慧 其实是踏山之域可以公使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也是需要反复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也许可以写一本类似《中国之境》 《中国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看看它是有怎么样一个历史的变迁 背后的这个机制和道理到底是什么 《沈从门诗集》 scribelle 行 我就先挟这么多 尽力 关机 戴矢 拿矢 独活 质vi 7 8